對一部公堂呢 不過這不會擋下 這個鴻海要造車的一個路途了 他還是持續有非常多的投資 但是呢到目前為止 整個鴻海他在這個車的 這個路途上的投資狀況 近況到底如何呢 我們要請教一下施聰哥 對沒錯 上爆出這個消息來說的話 雙方現在是各說各話的局面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這個Lost Town 他原本就是美 這個所謂鴻海要進軍美國 一個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 因為原本Lost Town 他有自己的自由品牌 但是呢 因為他後來的營運不善 那鴻海就說 那我用我購買你的這個Lost Town 在這個美國的廠房 所以你看他用2.3億美元 先買下了他的廠房跟設備 那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已經交割完成了 目前為止已經由鴻海來營運 他也取得了Lost Town的 幾乎所有的know how 包括說我們都知道 我們都知道Lost Town 他在這個包括農具 這個部分是蠻厲害的 所以他都已經取得了 然後這個工廠也通過這個GM 就是通用汽車的認證 所以他本身這個廠 買下來之後 可以快速來生產 已經可以量產其他的車的狀況 但是他有附帶條件 他說因為我投資 你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我要投資 我會再投資5500萬美金 然後持有這個合資公司的 55%的這個股份 然後同時我還要投資你 大概約莫1.7億的 後續的這個投資金額 但是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雙方就因為這1.7億的 這個投資金額 雙方的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Lost Town目前為止 股價非常低 股價非常低的時候 他這個目前的財務狀況 不是很好 他需要有資金進來 他就吹洪海說 趕快給我資金對不對 但是洪海一直沒有 沒有這個投注資金過去 所以他又狀告洪海 他說你這個詐欺我 你騙我 而且你多次違反你的 相關的這個承諾 你沒有能夠遵守這個1.7億美金的 這個投資的這個協議 導致我陷入我目前的這個 營運的這個困境的這個局面 告他 那當然洪海有回應 洪海就說 你們是企圖要誤導大眾 然後為什麼他會這樣說 他說因為我們當初這個投資協議裡面 有規定就是說 你的股價不能夠長期低於1塊美金以下 因為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在美國的市場裡面 低於1塊美金以下一段時間 你有可能會被逐出市場被迫下市 那我投資你這個股份 那如果下市那我怎麼辦 所以洪海就說 我不是不願意 是因為你違反我們相關的這個 相關的協議裡面的這個條文 所以我不願意執行這樣一個狀況 那當然現在雙方的這個 這個案子 應該就會進入所謂的 法院的這個商業的仲裁 那商業仲裁之後才會知道說 後續的狀況怎麼樣 那當然雙方的爭議 目前是在於說 投資的協議的這個部分 但是對於這個廠房來說的話 洪海還是有拿到這個廠房的運作 那我們就講嘛 因為為什麼 因為其實洪海一開始的盤算就是說 因為Lost Town 他從原本有代工跟品牌 他現在轉為代工本身 所以我原本可以幫這個Lost Town 代工他的 Endurance的這個車子 但是目前為止來說 還原本要幫忙打造這個Fisk 很多的這個廠商 但目前為止來說 如果假設是目前的這個所謂的Lost Town 真的破產的話 他可能這個部分就沒有了 所以未來可能他的重點就會放在Fisk 這家公司上面 好了 我們就講Fisk 這家公司的確也是鴻海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 在美國的代工夥伴 師兄哥 我們先釐清一下 他其實投資很多家 對 沒錯 所以我們剛剛講 那Lost Town 只是其中一家而已 他有投資拜騰 在中國已經掛掉拜騰 他投資很多家 他都有入股很多家 那他在美國的話 他唯一有入股是Lost Town Fisk他是跟他合作 那我們就講 其實Fisk這幾天有一個消息 他也準備到中國去發他的產品 他的這個電動車要進軍中國大陸 所以對這個鴻海來說 如果他進軍中國大陸表現不錯 對鴻海當然很好 那其實鴻海也跟Fisk牽上手 因為為什麼 因為其實鴻海 我們知道他這個前一陣子 這個劉耀元董事長說 他專注在所謂的CDMS的這個模式 就是說我幫你委託設計 你只要說你只要跟我講說今天治癒 你要你要幫我做 你要做這個品牌 這個治癒牌 那你這個車子來說 你只要跟我說 你想要大概怎麼樣一個狀況 或是說你有什麼核心 你要關注到這裡面 其他我可以幫你設計 幫你代工就好了 就這樣一個狀況 那當然這個Fisk就跟他合作 然後就Fisk設計一些 大概部分的核心領主件之後 就把他交給鴻海去代工 那鴻海也是用這個Lost Town 這個Ohio州的這個廠 幫他生產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個Fisk未來在美國的 相關的這個量產 或是說中國市場表現怎麼樣 這個其實或許對鴻海來說 反而比較重要 還有另外一款就是 納智捷的N7 這兩款車 因為Lost Town大概是美的 那Fisk這個能夠成為說 鴻海能不能夠大量的量產 然後進軍電動車 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好 那我們就講 其實Fisk這家公司也非常有趣 為什麼 因為其實Fisk的老闆的Fisk 他其實是一直被視為中 我們就講 事實上在中國大陸來說的話 大家認為說 最跟這個伊隆馬斯克最像的 其實不是小鵬汽車 對 是未來汽車 因為未來的這個老闆是技術出身 但是Fisk也被認為說 他是伊隆馬斯克的勁敵 為什麼 在美國 因為其實他的車子的這個經驗相當的多 他最早最早曾經在BMW工作過 他主導這個Z8的設計 然後後來從BMW離開之後 他要去Austin Martin 他其實都是在中高階的高階車種 奧斯汀馬丁 奧斯汀馬丁是那種庞德的愛車 設計總監 而且他後來還去Tesla Tesla早期的Model S是他設計的 所以為什麼伊隆馬斯克會非常重視他 就覺得你應該也算是個蠻厲害的人物 但創了這個Fisk之後 因為Fisk前幾年曾經有一度 他剛出來的時候 因為他車子其實蠻好看的 那當時的這個很多名流 都想要買他的車 當時說這個李奧納多 迪卡皮歐 還有包括像小賈斯汀 高爾 都是他的客戶 但是問題是他的車子 一下子熱潮之後 因為我們就講他量產能力不夠 所以他一定沒有辦法大量的量產 所以他有一度還陷入 有一點財務危機的這個局面 那當然現在已經走出這樣狀況之後 他現在就決定說 那我就不做車子了 我沒有做這個所謂代工的這個部分 我就把他全部丟給鴻海 所以才說他這個Fisk 他現在這個策略 如果能夠成功的話 我覺得鴻海的所謂的 設計代工服務這個部分 如果能夠在 從過去手機裡面 他就是這樣做 他如果能夠在車子裡面 也這樣做的話 那或許他有機會在 車子的代工裡面 打出他的一片天 上了一個封面故事 在深入看了數據之後 其實真的是覺得蠻憂心的 因為大家其實這幾年 我們有一些大停電的狀況 包括像是之前的就是有五一三五一七 還有去年的三零三停電 那其實都是好幾個小時 那我們就去深入看說 其實是經濟部上禮拜最新公佈的 我們的能源的供需的這個數字 然後其實我們這個都已經是最新的數字了 其實是在初刊的前三天才緊急 就把這個數字update上去 那會看到讓人家很憂心的是說 我們看經濟部在計算的 我們夜間的備轉容量率 為什麼特別強調夜間 其實因為我們現在光電越來越多 所以白天的用電是非常充裕的 我們以前覺得白天中午是用電尖峰 但其實現在的我們的尖峰計算 都已經變成晚上了 那如果說我們要看這個備轉容量率的話 它就是其實是備用容量率 再減掉5% 有點複雜 其實實際上在一些數字 要去看一下我們的雜誌 你簡單跟我們講 這個數字到底是越高越好 還是越低越高 越高越好 因為其實我們的備轉容量率 我們其實都一般希望是10%以上 因為就是你家的這個米 剛剛還有米 就還算是蠻充裕的 可是我們跟這個專家號 中央大學梁啟仁老師 這邊來做一個新的估算 我們看經濟部算出來的數字很高 是 百分之十六點 這很U比的非常充分 對不對 但是這個是專家版 是你們找專家怎麼差那麼多 差了百分之十以上 對 其實最令人覺得擔心的是二零二五年 因為像志玉剛才提到說 我們的核電廠到時候 是全部要停止運轉的 那那個D-Day 其實就是二零二五年的五月十七號 就是核三的二號機要執照到期的那一天 那為什麼這個會這麼的驚悚 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我們的專家會認為說 我們經濟部在計算說 我們的用電的成長 其實是過度保守計算的 那但是因為前幾年其實 因為台灣的景氣很好嘛 那出口暢旺 所以我們的生產非常的多 比如像晶片的一些新進製程 也都是非常耗電的 所以其實前幾年的用電很多 那今年我在拿這個數字去問 我們的經濟部次長曾文生的時候 他其實就說其實我們我們的用電是會回落的 我們今年上半年因為景氣不佳的關係 所以用電是比去年要少的 所以這個梁老師的計算是有點起人憂天 覺得說不需要這麼擔心 可是我覺得另外一個更應該擔心的點 是我們的未來天然氣要佔到發電的五成嘛 對 然後綠電要兩成 那我們就看到說 其實天然氣我們在2025年的時候 有兩個很大的缺口會發生 一個是台中火力電廠 他有那個新的天然氣的機組 可是那個氣要從哪裡來 要從新的天然氣接收站來 那就是在台中 可是這個案子連環評都還沒有通過 所以兩年後要開始供氣實在是有一點拼 然後另外一個是我們的台電 其實他也有採購民營燃氣電廠 就是IPP電廠的電力 那那個部分我們2025年的話 有一個案子是六十一萬千瓦 中加電廠的這個標案 但是他其實現在 因為台電這邊規劃說可能六月就可以 剛剛好的無縫接軌接上 可是中加前陣子開記者會的時候 他自己都已經講說最快要年底 那所以這個缺口其實是 目前我覺得是一個比較明顯的缺口 對 那我覺得是說 很多人都會講說 我們在討論核電的時候 都是永核跟反核 可是我覺得其實比較 能夠去想像的是 你可以想像我們今天要做餐桌轉型 爸爸說我覺得吃肉很不健康 我們應該要多吃菜 那所以我們兩年後 我們家都不要吃肉 我們就自己種菜把這個 就是自己家園的這個菜 就把它吃掉這樣很健康 可是如果說 碰到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 這個菜長得比較慢 長不出來的話 那難道我們就餓肚子嗎 我覺得這是大家可以去想一下的 是所以看到這個核電 他有一個D-Day 就一定要在那個時候落日 但是你親黃不接要如何解決 這應該是這一期的一個天下雜誌的封面 要告訴大家的問題 那到底現在呢 那我們在這個寫作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找到一些解方呢 OK 我也很希望可以找到解方 其實就是說 如果我們真的在兩年後 我們就都不要吃肉 然後改吃菜的話 當然很健康 但是如果菜長不出來的話 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其實在想說可以參考一下 現在全世界有很多的核電廠 他已經在運轉當中的核電機組 有很多研議的案例 那我覺得一個讓我比較訝異是說 日本在福島核災後 其實他還是繼續的重啟核電廠 然後美國加州的核電廠 也是讓他繼續的運轉 所以我覺得這可能是 大家可以來思考的一個點